但是谁呢 我想1号 欢迎9号 好 来 我们先看一下9号留灯的球 好遗憾 他为你留灯 你把它选择 其实你可以把它带走的 但是 你选择了用1号听点 1号 其实他的换法是对的 因为1号女嘉宾其实并不怎么样 从我的感觉来说 从我的身体观中 我也不会喜欢1号女嘉宾 长相不难看 但是说不说过味道 好像城市不到位 他为什么不换9号 也就是他家乡 这个9号女嘉宾的确实 我觉得不错 讲话各方面都得体 穿着 理界方面都得体 所以说他想换正常的 但他只不过 这个 9号女嘉宾 为什么会得意 9号女嘉宾想要 搭上墙盘高知 觉得他调整好 所以说留灯也是很正常的 好 咱们再继续看下去 或许是宗子 OK 说芥兰 芥兰呢 其实相比于尖椒 土豆丝来讲 尖椒肉丝来讲 它会感觉很素敌一些 很淡雅一些 其实它是相当于一个人 这样 你要是不像非诚勿扰的话 平常正常的自己 调整个菜 我会选尖椒肉丝 再给一个水土豆 好 做决定之前 我们听一听 振宇老师的建议和飞行 我觉得人会 给你留灯的话 有可能是因为 依你条件很好 然后还有一个呢 也可能是因为 之后在醉化的时候 其他女嘉宾都灭灯了 他稍微犹豫了一下 然后邵逸凡呢 态度有一个 比较大的转件 他很认同你的经营经历 但是简单的讲 我觉得他 他并不认为你够成熟 好了 说完了 你可以考虑一下 你要是最后的决定吗 两个女生 你就觉得什么 我觉得姜老师的说法 非常的主文 我选一号 恭喜 恭喜她女嘉宾 可定没有 这个也是符合我的判断 这个男孩 我想对于绝大多数的女生来说 够优秀 海外背景 上来就秀在一段德语 加个英语 他把每个人功课做得都非常仔细周到 是一个很严谨 很有条理 将来在世界上也一定能够有所建树的人 如果我们苛刻一点要求的话 就是略显年轻的那个分寸感 跟每个人交流的时候 他都想要把他做到尽善尽美 让每一个答案都能那么的 wonderful 但不管怎么说 还是个优秀的男嘉宾 明显的说法是由不厉害提前的 孟非老师 主持孟非老师的 对一个男嘉宾的评价 我并不能赞同 对吧 他对这很优秀 有各方面他说敬善见美了 列写的不够成熟 他毕竟年龄多大 他并30都不到 也就20岁 具体我忘了他的年龄 大家可以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这段视频 也可以看其他看节目 你已经不错了 你不可能要求一个人完美 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是吗 是为什么女嘉宾 有些东西 那个女的没有最后选他登面了 就是因为他有两段 不好 一个是跟黄艺вол的女子 挑逗 还有最后选上了一个 贴补上的一个黑因为女子 她的目的是想 确认你是不是对我有感觉 他她想这样做 其实这个问题没问题 但是你讲话要注意 用词 你也开始选上了一个女的 你喜欢他表情 感觉很好 他最后不是添坏进去 也没有添坏到一个男艺造 掌揽到另外一个女子 是吗 就因为他好 好了你这对他有感觉 你不就不可能对他 你直接表现出这种感觉 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如果是 反正男嘉宾被女嘉宾这样说 男嘉宾也会感觉心里不舒服 这就是他娶娶火候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上人的地方 所以他这一点要注意 好吧 接下去我还是转到上一上去吧 为什么这个男女女子 我比较喜欢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怎么样